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日後的旅遊片 除了我們的影片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小商店 喜歡日本集貨店的朋友 歡迎去我們的門市逛逛 上一集和大家看過蘭波酒店的開箱 還有周邊的兩間美食店 如果還未看的朋友可以先去看這一條片 今早我們一早出發 要去魚市場吃一間海鮮當專門店 講起大阪吃海鮮的魚市場 可能大家都會想起哈門市場 但去過哈門市場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哈門市場的食物比較貴 所以今天我們會去一個大阪當地人才會去的批發市場 給大家一個另類的選擇 今天我們去的是木樽市場 其實距離蘭波都相當近 坐魚塘根線到下一站的大國丁 再走兩至三分鐘便會到 一進入木樽市場範圍 便會見到這條聚集了不少餐廳的小食街 而我們今天要吃的海鮮當便在這裡 這間叫做魚市食堂的海鮮當專門店 出了名抵食和新鮮 但它是一間長龍店 每早6點開門 到所有餐點賣完便會關門 所以一定要很早來到才能確保吃得到 在大家排隊的時候 職員便會派餐牌給大家下單 一旦下單便不可改 餐牌上面見到刪除了的 就是已經賣完的款式 所以如果越遲來到選擇便會越少 因為木樽輪到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就自己一個進入魚市場裡走一走 木樽市場裡是很傳統的日式街市 近入口的幾行全部都是買海鮮為主 雖然木樽是批發市場 但其實大部分的店鋪去到早8點之後都開始零售 這裡和黑門市場最大的分別 就是比較少烹調食物的小食店 海鮮當即使有零售 通常都只是提供魚生刺身 就不會像黑門市場一樣煮出來做熟食 不過如果大家想吃魚生的話 店鋪都會提供一些很划算的刺身拼盤 一千元還有一大盒 裡面還有八、九款不同的魚生 真的就算買回酒店吃也很划算 另一個大家喜歡來木樽市場的原因 就是它除了海鮮 也會有蔬果和其他乾貨買 蔬果店主要集中在第一、二間 有不少遊客都會專門來這裡買水果回去做手信 可以單買也可以整箱買 店鋪會很貼心地包裝好給大家拿走 但是要留意木樽市場去到十一點左右就會關門 所以大家要去就要預早點了 如果大家只想買少許水果回去酒店試試 也可以考慮去市場中的 ODA業務新鮮超市裡面買 因為業務超市是專門做食店批發生意的超市 所以價錢都會比坊間便宜 雖然說是業務用的批發市場 但其實進去就像普通的超市一樣 同樣有水果和蔬菜可以零售 而且種類都蠻多元化的 好像只是日本蘋果已經有很多選擇 尺寸還非常大 除了蔬果之外 超市裡面都會有其他肉類、醬料 甚至是海鮮和壽司買 到我突然查過業務超市的東西 真的很便宜的一刻 就是看到這些日本火鍋湯底的時候 香港的超市一般都要賣二三十元一包 但在這裡只有二百多日圓 即便宜香港一半 而且這裡也有壽司賣的 款式選擇也不少 一盒八件壽司只是五百九十八日圓 不然待會我們便會吃海鮮丹 我也想買回去試試 業務超市的裝修就像一個大型的倉庫 分區很清晰 很容易便可以找到想找的東西 而且貨品都排列得很整齊 最好的就是它們可以零售 如果想買大大包的零食回去做手信都很方便 這裡走的種類也不少 而且可能因為它們是業務用途 所以會有些超大之裝的尺寸 如果不介意拿的話 其實買回去也挺划算 到我走完千市回來海鮮丹的門口 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門口排隊的人龍都越來越長 但是我一回來就目擊著職員節龍的一幕 即是今天所有的餐點都已經預約完 不再接受排隊輪候了 本身餐廳都有標明他們只是做堂食不做外賣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見到節龍 可能便要考慮幫助附近其他餐廳 終於輪到我們了 其實店內的面積真的很小 最多都是坐到12個人 而大部份人都是兩個人坐一台 所以店內長期只有6個人左右 排隊的速度才會更慢 即使我們已經預先下單 但是也要等我們進來坐下來 廚師才會開始製作海鮮丹 所以上菜的速度真的比較慢 我們叫了一個海膽三文魚子拖羅丹 海鮮是看得出的新鮮 三文魚子粒粒都好飽滿 而且份量真的給得好充足 海鮮和飯食比例剛剛好 每一口飯都可以配著魚生一起吃 不用就住就住 每個海鮮丹都會附送一個味噌湯 裡面有一大塊三文魚肉 喝下去很鮮甜 吃海鮮丹我通常都會就這樣吃一點切新鮮 以後才加芥末和醬油 放些飯就拌來吃 我這個是海膽三文魚繁立貝丹 三文魚是三文魚腩位 吃起來很濃味 繁立貝很大粒 海膽都很鮮甜很新鮮 口感很creamy 雖然排隊差不多要兩個小時才吃到 但坐下來吃完真的會覺得強烈 不會覺得吃完要生氣那種 但至於推不推介 就要視乎大家本身有多少時間排隊 這裡的價錢是便宜和質素真的好 不過真的要一早起床去排隊 而且要排一個不短的時間 如果本身行程是有時間限制的話 就不建議去啦 因為店裡的桌子很少 每個人吃得快的都要20-30分鐘 看到羊龍大概都預計得到自己要排多少時間 而且我們中途都見到有人等不下去要取消單離開 如果已經排了很久 那就浪費了之前等的時間 離開木津市場之後 我們就去了附近的蘭波白板神社 其實這個神社無論是由蘭波的南海電鐵站 還是大國丁站走過去都只需要5-6分鐘左右 都是很近的 蘭波白板神社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他們的獅子墊 神社將祭典用的舞台設計成一隻抹大口的獅子造型 據說這隻獅子是象徵著幫大家把苦難壓運通通吸入口裡 同時都代表著帶來金運和勝利 所以很多人會在這裡祈求生意興隆 考試合教或者求職順利這些願望 很難其他人 跟他人與人的一起 超級考慮的 其實他不想要在阿森 其實要lab他 雖然大部份人都是為了白板神社的獅子殿而來 但其實另一邊這一座才是神社的正典 正典前面都放了很多抽幸運籤的箱 例如是七金連環世的一連安鯛 又或者是粉紅色的戀愛混鯉魚 只要自己放300日圓入箱 就可以抽一個幸運籤 特別的御神籤造型真的值得抽一個 如果問我近期最喜歡吃的甜品 應該就是可麗露沒有之一了 所以我去了這間大阪很出名的可麗露店 其實它在大阪是有三間分店的 今次我們去的是櫻村店 也是他們生產可麗露的本店 店裡只是容納到兩三個人左右 所以如果遇上假期或者出爐時間來到 可能需要排隊 店裡除了可麗露之外 都會有少少周邊產品賣 造型都蠻有趣的 招牌的可麗露有六款口味 另外每季還有兩款限定味道 今次我買了一盒八個可麗露 但是拿上手發現原來都很小顆 餡裏面會附送一張卡仔介紹八款味道 雖然可麗露很小顆 但是做得很精緻 我最推薦的就是 期間限定味的巧克力五果 裡面有些酸酸甜甜的梅果 中和了巧克力的甜味 另外焙茶味的茶味都很香 吃到最後會有少少茶葉的回甘 白巧克力裡面有些提子乾 好像是原味加了少少巧克力醬 都很好吃 最一般的反而是咖啡 吃完都吃不出有咖啡味 今集的木津市場和蘭波百瓣神社 就來到這裡結束了 下一集我們將會到中之島 給大家看看原來大阪 都有好像歐洲河畔那樣的一面 大家想繼續看到我們的旅遊片 就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可以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這樣我們才有動力繼續製作下去 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或者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聊聊天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